找到了一個只要台幣不到100塊的偷窺 之類的 不是不是不是 它號稱可以看到月亮 有看綠色藍色紅色 大衛看得到 有了看到了 看它可以看多元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小費物開箱時間啦 那相信大家從小到大 肯定或多或少都會想說 月亮上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趕快去看看這個月球表面喔 因為像我自己小時候呢 我都會在那邊看那個月亮 然後當然不能指啦 大家都說這個小時候指月亮會比較多 不過呢通常我們應該只能在課本上看到 又或者是長大後你想要觀測月亮的話呢 可能要花個幾萬 或者是幾十萬去買天文望遠鏡 那今天要介紹的小物呢 就是我在淘寶上找到了一個 只要台幣不到100塊的偷窺 是不是是不是 看月亮的神器 就是 而且它非常的輕巧喔 這個六十八克 它號稱可以看到月亮 我覺得呢 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啦 這台幣不到100塊 跟我說它可以看到月亮 我是真的不太相信啦 那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呢就馬上來測測看 看看它到底能夠看多遠吧 GO 我覺得呢能看月亮的話 基本上要能夠看個 三十公里遠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找找標的喔 欸我看到那邊有一個 三十公尺處有一個三角錐 它上面有告示牌 我們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到它的告示牌 欸是看得到的耶 不過它的告示牌會有點糊 我看不到告示牌上面的字 那我能夠看到告示牌有兩個 有兩個圖示 欸三十公尺不是問題 那我們再看更遠一點點的東西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那邊有一個 粉紅色衣服的小朋友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辦法看到它的鞋子 雙粉紅色的鞋子 然後上面呢印了一個S 所以其實是有清楚 我還可以看到它的發亮 是有像綠色藍色紅色 我還可以看得到 喔對不起 好啦那我再看 更遠一點的 那我現在看遠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就先看 往那個人多的地方看過一下 是天鵝的衣服嗎 其實沒有到很清楚耶 光是這樣看 我其實沒有辦法很清楚看出來 那我們現在測試到一半呢 它看大型的物件 基本上還算是清楚 不過因為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還需要再測試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呢 請我們的攝影師 他出了一套這個數學的題目 然後寫在紙袋上面 放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望遠鏡 能不能讓我順利的解開這道謎題吧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一下 解開這道謎題 好 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一個白白的方形的東西 放在這個椅子上面 但是呢 它上面的任何LOGO 是完完全全看不到 再確認一次喔 好 確定了 完全看不到 果然它看這個大型的東西 可能還可以 不過呢 一旦要看到這種比較細節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它還是做不太到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請攝影師 去幫我把那個袋子拿近一點點 攝影師好辛苦喔 我看得到攝影師 也看得到告示牌的圖示 我快可以看到它的LOGO了 好慘喔 哈哈 這樣怎麼看月球表面 還是看不到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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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進入十公尺的範圍了 我現在看到很不清楚的LOGO了 感覺是那個顏色也不夠深 看不到 看到天 哈哈 在前面嗎 我現在可以很清楚看到LOGO了 一旦還是看不到字 看不到我吧 看不到 沒有對到 真的看不到 是啦 真的看不到 哈哈哈 我感覺 我肉眼都快要看到了 我現在看到的是100-20加9等於多少 不對不是9 哈哈哈 我眼睛要脫窗啊 我眼睛 我眼睛 要脫窗了 我現在看到的是100-20加7 所以答案是 正確答案87 答案怎樣 答案 答案 4 只有4公尺 哈哈哈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試它的第二個功能 就是呢它可以直接放在手機的鏡頭上 可以直接透過手機的畫面 看到我們真實放大之後的畫面 我先來測一下 欸 想一下角度 應該可以 欸有我們看到了 看它可以看多遠 現在呢 可以看蠻遠的 我覺得 應該是有比手機 一般放大三倍 還要再清楚一些 看什麼辦法看到橋上的車好了 我覺得它要對到這個鏡頭 實在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剛剛測試的結果呢 我確實是可以把它放在手機的鏡頭上 然後也確實能夠看得到東西 不過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它非常的難對到手機的這個鏡頭 這支Pen S 不是說太難對了 所以不是那麼的方便啦 手機拍出來的畫面 現在已經有加3倍的效果了 手機好像沒有那麼廣 但其實清晰度好像沒有到差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測試呢 就在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個人覺得這個望遠鏡呢 其實它還是有望遠的功用啦 簡單來說它基本的功用呢 是算是有達到的 只不過呢 它只能局限於看一些比較大型的東西 它連走到5公尺內都不太能夠看得很清楚 我們本來今天呢 是要偷窺月亮的 只不過呢它一直躲在雨裡面都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呢就改看了飛機 其實飛機的話呢 它看得算是清楚的喔 只不過呢 如果你要看它哪一家航空公司的 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看得到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今天的影片